今天是第六次上課 第五次上課的話,重點大概說明一下 上個禮拜最重要的是有關的篡列資料型態 這個資料型態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之前跟各位講過,如果將來你有外部資料 要把它讀到Python裡面做應用的話 當然之前講過那些比較基本的資料型態 基本上就不太適用 因為如果你讀進來,假設是數字一個 文字的話也是一個 可是如果你有多個資料的話 這個時候就一定要用到串列 當然另外一個字典 不過字典的話key value,它等於兩欄 一般讀進來的話,可能一欄的機會會比較多一點點 一欄不夠的話,其實也可以再增加另外一個串列 反正這個串列的型態 反正你增加一個串列就等於是增加一個欄位的意思 然後呢,我們上禮拜練習就是第一個 我們手動輸入資料 那怎麼樣可以把資料輸入到串列 當然第一個,你要先建一個空的串列 還記得吧,空串列的話記得是中國阿湖 ok,中國阿湖 然後呢,如果裡面要放資料的話 記得就是用那個串列有一個方法叫append append就是把資料放進去的意思 所以以後的話,你只要外部讀取資料 通常會先把它放到哪裡?放到串列裡面 放進串列裡面之後再做後續處理 看你是要做運算呢?還是要做統計分析呢?還是要做其他的? 然後最後的話,如果你要存檔的話 那當然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它用什麼? 用檔案的方式 你們還記得吧,檔案有三行嘛 那三行我建議是可以把它稍微記一下 因為其實程式不多吧,就f等於open open的話,你先開一個空白的檔案給它 然後用w模式有沒有 如果你要w模式複寫,反正最後留下最後一個 但是如果你想要新增模式,就是append模式的話 那你就是用A模式 這個地方的話 然後再把資料寫到那個檔案,那就存檔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因為未來 比較能夠應用 我想串列的機會會比起其他的型態 可能還要來得多更多 而且另外就是說,串列 一般應該它不只一個資料 所以通常會配合回圈 為什麼要配合回圈? 因為回圈才有辦法把大量資料 而且通常會用for回圈 為什麼?因為那個串列通常會有頭跟尾 所以呢,for回圈搭配串列 用到的機會非常非常的普遍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熟悉 否則的話,你後面要處理其他的相關應用 比如說這類似爬蟲好了 或者假設說你要從外部把檔案資料讀進來 也是用先讀到一個串列 通常會用什麼read跟readline 讀到一個 一行一行,那一行一行讀的話 通常會把它讀到一個串列裡面 其他還有蠻多的 我想各位這個可能慢慢再熟悉它吧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我覺得已經 又比之前的難度又更高一些些 所以這個可能我建議回去還是要多多練習 最好能夠再把上個禮拜,比如說 用串列輸入成績那個範例 比如說我今天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一直輸入一直輸入 輸入到負1的時候 那就離開這個回圈 所以一直輸入一直輸入 那你就要想到壞語一冒號 然後如果它輸入的不是負1的話 不是不等於負1的時候 那底下就做邏輯判斷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然後你就append到那個串列裡面 其實程式不多啦 但都非常重要 那把它輸入之後的話 做比如說算幾個 用L1N 然後算平均 平均的話一定要總分先算 然後再除以什麼 除以它有幾個人 那平均就算完 那一樣複習呢 取到小順眼的第二位 這個上禮拜都講過 最高最低就很簡單 有點像Excel Max跟Mini有沒有 所以其實它很多地方應用 跟Excel其實還蠻像的 差別就是說 Excel是看得到 你必須用滑鼠鍵盤去處理 但是呢 我們用Python的話呢 那都是用程式來解決問題 那哪個簡單呢 當然是Excel簡單多了嗎 OK 不過啦 滑鼠鍵盤 假設說你一直不亂做的話 當然就土法列剛太慢了 所以如果你要大量資料 所以Big Data的話 通常喔 用Excel真的是 力不從心 為什麼 因為Excel如果用人工 一直不斷的在滑鼠鍵盤點 然後可能Ctrl-C Ctrl-V 當然效率一定不好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大量 處理資料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寫一個程式 那裡面通常一定會有回圈 那資料讀進來 通常會放在串列 通常啦 我覺得大部分都這樣 OK 然後做完運算之後 可以做輸出 就存檔 那存檔能夠放哪裡呢 一般最簡單就是 把它用F等於Open 就是存一個文字檔 這個完全不需要 引用任何的套件 OK 或模組 但是你說老師 要存成Excel 可不可以 但是你必須要引用 外部的一些 套件或模組 有點外掛 為什麼 因為它內建功能 它沒有支援Excel部分 所以你可能要找 哪一個模組 它可以解決哪個 比如說 看之前那個什麼 乱數也是一樣 哪個乱數 有沒有 就Import一個模組 OK 那其他的話 就存檔 那上禮拜最後 我們是解決了幾個問題 就是那個Member 你們還記得吧 Member的資料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的 第五個單元裡面 好像我們有一個 Member的一個文件 我是請各位 就是 把這個 底下的這個資料 存成叫Member.tst 那我希望把它讀進來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檔 OK 那讀進來之後 當然你Member 你也可以改成.csv 因為其實csv跟tst 其實差別就是說 tst文字檔 csv也是文字檔 那只是說csv裡面 通常用逗點格卡 因為底下資料 剛好都逗點格卡 所以其實 存csv也是OK的 然後呢 我們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讀進來 那因為這邊總共有50個會員 那我希望呢 第一個step 請你幫我讀前10個就好了 前10個嘛 那怎麼樣只讀前10個 所以上禮拜最後是 把這個檔案存檔 我把它存到c c點底下根目錄啦 OK 我是把它存在跟我 這個檔案放一起 所以這邊有個Member.tst這個檔 那這個檔的話呢 其實上個禮拜有個問題 另存為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UT28 因為這個資料是從 那個Google上面貼下來的 所以它會偵測到它的編碼 是UT28 所以如果你假設 這個要開檔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還有明顯 我最後的話有發生錯誤 所以後來我增加了一個 叫encoding等UT8 有沒有 本來這個執行的時候 它會發生錯誤 什麼錯誤呢 如果你錯誤訊息 是發生那個 像類似像這邊 我把它放大一下 比如說類似 這個 我們右邊的這邊的訊息 叫做unicode decodeL OK 它解碼的時候 發生錯誤 為什麼 因為它預設是用 所謂的CP950 來解碼 但是你給它的卻是UT8 所以兩邊的編碼方式 不一樣的時候 它就無法解碼 告訴你 OK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反正以後 大部分我發現 最常就是CP9 要不就是UT8 但是我們內建是CP9 所以 除非你是UT8 不然你不需要加這個 這個參數 逗點之後 加一個參數 叫encoding encoding 就是跟它講說 我的編碼方式 是哪一種編碼方式 那你將來開檔的時候 你用這種編碼方式 UTF1-8 用這個編碼方式 幫我開就OK了 所以特別是 加一個這個參數 這樣就OK了 那我好像上禮拜講過了 因為Windows本身內建CP9 所以如果你假設用蘋果的話 沒這個問題 蘋果預設也是UT8 所以如果你假設貼下來 應該理論上 不會有這個問題 除非你是用Windows系統 OK 就要加這個 那我們是希望 上禮拜是希望 把前十個會員 把它打開 那前十個的話 那要包含前面這一 這個應該 所影值一定從0開始 所以我們就是 for I 給它一個 先把它先讀到一個串列裡面 然後分別從這個 藍位名稱從0 剛好編號是從1 剛好1到10 所以我們0到10這個範圍 幫我把這個所影值 把這個資料給讀進來 所以我們就用什麼 用F.Realize Realize 第一次就是 我把這個 會員裡面的所有資料 通通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的話 放在第十個1裡面 那我要這個資料 哪一個範圍呢 從0開始 0的話是藍位名稱 那11停下來 就是到10 10的話 剛好就是第十個會員 然後呢 最後記得 尾85是加一個 strip 反斜線N 那主要是把那個 換行拿掉 如果你不加這個的話 執行 你會發現這個十個會員 十個會員 這個是0 那這個是1到10 OK 那全部讀進來 那因為呢 它這個資料本身尾巴有換行 所以我們可以用 點strip 這個 點strip的這個 這個 function 其實很重要 這個函數呢 其實還蠻常用到的 也就是你要去掉 頭尾的什麼 什麼樣的那個 這個字 這個字的話呢 你可以用這個strip OK 然後裡面的話就加一個 反斜線N 跟他講說 幫我把反斜線N拿掉 這樣的話呢 他的尾巴那個換行就不出現了 那這樣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 就是那個前十個會員 當然如果想要換一下 比如說你 我想要幫我讀取 那個 11到20好了 欸 11到20 怎麼解 11到20 11到20的話呢 當然範圍就不一樣了 你說 從0 然後到哪一個呢 到 假設啦 如果21的話 你會把21到20停下來 當然他讀到的一定是 0 然後這邊有1到10 可是如果今天我這個範圍中間不要的話 欸 那其實喔 你可以怎麼跳 但你可以這樣 如果你假設是從 11開始好了 11到21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他得到的是 11到20 沒錯 可是問題上面沒有藍尾名稱 對 所以你怎麼辦呢 你 藍尾名稱你可以自己補一下 這最簡單的方法啦 就是 直接怎麼樣 因為list1裡面的第0個 所以你其實這邊可以什麼 中國阿虎有沒有 裡面補一個0就可以了 0的話意思說 我要抓這個串列裡面的第0個喔 其實就是第1個啦 那所以前面加一個print就可以了 我把它print出去 然後 或括弧一下 OK 意思是說我把那個藍尾名稱喔 單獨輸出 然後再輸出這個11到20 假設我換一下喔 OK 你會發現喔 這邊就有藍尾名稱了 但是因為換行有沒有 欸這個換行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在尾巴加一個 電這個strip有沒有 然後也是一樣把那個尾巴的換行拿掉 執行一下 OK 欸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如果要變換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我改成什麼 我不要0 欸不要從1到10的會員 我要改成11到20的話 欸一樣可以啦 只是說呢 上面這個你要先輸出藍尾名稱 這個 然後再輸出它要輸出的那個 那個範圍 OK 應該沒問題吧 特別注意喔 這個串列非常非常重要 你串列不熟 後面說真的 你Python也不好玩了 為什麼 因為很多地方你又搞不清楚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們最重要是透過realize喔 有沒有 把它放在 當然你想說到底那個 這個list1裡面到底放什麼啦 其實你也可以 我之前有把它先print了 我是建議你如果不太懂 你可以透過print把這個東西給print出來就知道 有沒有 這個list1嘛 list1裡面就是長這樣嘛 有沒有 它一定是中國阿弧 然後第0格是先放 那為什麼要去掉尾巴的那個換行 因為它尾巴有個反斜線呢 就會強制換行 如果你沒有去掉它就換行了 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以直接把那個 檔案裡面的換行拿掉 當然可以啊 可是你要把它存回去蓋掉就好了 只是說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OK 然後讀進來的話就是長這樣 一個一個的 那我要取到第幾格的話 其實特別注意喔 我剛剛是先取第0格 先取這個 有沒有 然後第11到20有沒有 21停下來嘛 所以就往下找 11 11就找 有沒有 所以這個往下找到11的地方 有沒有 這個是11嘛 然後一直往下找 找到20 然後這個範圍的資料 就分別幫我把它print 所以還是要必須配合什麼 配合一個那個 所謂的回圈啦 所以 就這樣還是一樣喔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熟悉這個 就是 串列 加上 這個回圈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很隨意的把你要的範圍 通通把它抓 這個抓回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我要全部呢 全部的話記得啦 這個就不用了 然後從0開始嘛 那0 那你說老師那我 我總共有多少個呢 我不知道 沒關係 你記得啦 尾巴的話就是L1 然後把那個list1 放進來就可以了 OK 那L1 list1的話指的就是說 它反正這個有幾個啦 其實total應該是50個 會員加一個藍為名的 51個 對齁 所以呢 51個停下來的話 所以0到50 剛好就是全部的東西 因為它從0開始編號 這個可能要記得一下 因為我覺得 同學比較 轉不過來的地方 應該是那個編號 從0開始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很麻煩 如果你可以轉 轉彎OK的話呢 那基本上全部的資料 就可以通通把它抓下來了 那後來的話呢 其實我們 我們又有把它改變嘛 改變成什麼 只取姓名跟手機這兩個欄位 如果我要只要這兩個欄位的話 有沒有 這地方該怎麼切 所以我把它改成 這個是全部 只要兩個會員的話 當然第一步 可能還是要先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切開來 切開來之後呢 取得它裡面的第幾個 有沒有 切開來 所以第一步要切開來 欸 所以喔 還記得吧 上個禮拜有講到 怎麼樣可以把這個資料 給切開來 然後因為看到中間加痘點 所以你要馬上反應過來 有個函數 有沒有 叫做什麼 split 然後把瓜符裡面加痘點 它就切開來之後 把這個東西喔 本來是個文字有沒有 切開來之後呢 丟回來 它會是丟一個串列回來 所以呢 這個一定是0 然後1 2 3 4 所以我只要取1跟4就可以了 欸 所以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拿這個 剛剛print的這個東西 有沒有 先放上面好了 OK 然後呢 把它點什麼 點strip 直接拿這個文字喔 找到那個strip 喔 split 跟人家 split 然後呢 split的話呢 瓜符裡面呢 再加上痘點 欸 幫我用那個痘點切開 切開來之後的話呢 你上 前面就要有return 所以等於什麼 把它再加一個list list 前面有list 一嘛 所以我習慣把它改成list 二 那這個list二裡面就放什麼呢 欸 就我剛剛畫的 就這樣 有沒有 就把它切開來 所以呢 list二裡面的0 齁 實際上就是放著編號 或者是它前面的 1的話就放姓名 2 3 4 所以我要1跟4 所以呢 print的時候很簡單 就是直接怎樣 拿這個串列裡面的第一個 裡面放1就可以了 1的話是姓名 所以你直接現在print的話 應該只會print的那個 後面好像少一個後瓜符 OK 好 如果你現在print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就會只有姓名的部分 等一下 4 3 等一下 等一下 拿這個去切 拿這個去切 這個之後 它這個地方其實沒有錯 但是問題 它有的時候會出現這種錯誤 就是你看一下 你把它back前面 假設print的這邊它出錯 其實它會變成說 這邊一個tape 然後一個空白 所以正常 正確的應該是4個空白 所以 這個有時候 錯好像錯在這個裡 所以你把它這個print前面 重新加4個空白 2 3 4個空白 它就發生 它就對了 這個問題之前有發生過 但是 如果假設 這個不常發生 可是如果 假設你發生 其實它程式都沒寫錯 但問題一直怎麼出現那個錯誤 你們可以用那個 剛剛的那個滑 這個滑鼠優標 稍微比一下 應該錯是錯在這邊 好像多一個tape 加一個空白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4個空白 就好了 有時候 這個很少遇到 但是有人會遇到 OK 像剛剛是一個空白 加一個tape 那這樣不對 它會造成錯誤 所以 藥物就是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4個空白 藥物就改成一個tape 一個tape好像也可以 就是不能一個空白一個tape 它會發生錯誤 可是這邊又沒辦法顯示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樣的話執行 就會出現 一個姓名加手機的兩個欄位輸出 OK 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你要範圍的話 那就是0到11 如果11個 可以這樣把它輸出 這樣OK 上禮拜主要是講到這邊 最後的話 再把它存成CSV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就完工了 所以你會發現 上個禮拜 光一個這樣的練習題 其實它就包含了檔案讀取 跟這個 串列 然後跟這個 回圈 OK 所以其實一題 其實裡面就牽涉到還滿多問題 那未來 其實這種狀況會不斷發生 所以請各位 可能要多多熟悉 那裡面像這邊 我們還用到一個Strip 然後還用到一個叫做Split 這兩個函數也滿重要的 主要是針對那個文字 文字字串的那個 欸 這個這個 比如說去掉不要的東西啦 或者說你要切割資料 那就會用到這兩個 其實還滿常用到的 試試看 好